來 游戲弄 歡迎班主任 他給我們的紅蔥切成的片 為什麼還要再改刀 因為其實今天兩道一起做 其實我紅蔥頭 書的部分 我就一起把它砸起來 省時間 省時間 省時間啦 系統 對啦 就省時間 反正你炒進去也沒什麼差 剛剛為什麼就 其實那可以一起弄對不對 也可以一起弄 你就把它切碎 就一樣就好 你不要兩個是長不一樣就好 你在家裡有時候 是很脆做這道炒的 你就切片 純粹做這個 你就可以把它切磨 其實切片也是可以 就是如果兩道料理是同時 不要用到紅蔥頭的話 其實可以把紅蔥頭一起 一起在前面都處理掉 然後大小要一致 對 大小要一致 那是因為我們現在在這邊 一般在客家的家裡面 它那個早就已經一罐 在那邊都弄好了 大家可以自己用啊 對啊 然後就拿起來就用了 它不會再特地去做這個事情 它會用豬油編完之後 再來編這個紅蔥頭 就一用在那邊 然後用這種直接瓦 我以前年輕的時候很討厭吃 那個油蔥樹 為什麼 就覺得不喜歡 然後他那個人之前做的 可能沒有那麼好 會帶點苦 所以我不是很愛 有點過頭 我的印象都這樣 後來是因為出了外景之後 去很多的客家村 太陽在做這個的時候 就覺得真的很好吃 尤其有的那個油蔥樹 裡面的油蔥還脆的 對不對 那個真的超好吃的 那個很好吃 我現在有 對啊 有金 有的 有豬油的 對啊 都有 那紅蔥頭的部分呢 其實就是要注意 一個是剛剛已經用手工切的 另外一碗就是碎的 你會發現它比較濕一點 對 那個就用打的 雖然裡面的水分 就有優勻跑出來 對 所以進來之後 你的水分 水分就要把它控好 跟溫度把它控好 好 這邊就是 水分比較少了一點 我現在就快速把它加溫一下 它這個動作就是要讓它很均勻 然後務必讓香味都能夠釋放出來 對 注意看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很重要 因為進來之後 其實它溫度還是很高 所以你必須要快速的 讓它降溫 它會後手 然後經過這樣 就是化了過程讓它降溫 然後你的紅蔥樹越來越脆 越來越脆 對 這個很重要 好了之後你就不要再放在上面了 你就放在其他一個盤子上 師傅我想要問你 因為我剛剛看你桌上有那個豬油蔥 那這個紅蔥樹跟豬油蔥 同時都需要存在在客家菜裡面 還是可以摺一 豬油蔥不會我會放進去炒 因為它已經就是已經提煉過了 所以我就會放進去炒 因為它還有一點豬油香 不夠油的時候我們再補它就好 再補我們的剛剛煉出來的這個蔥油 然後變香的就是 我們都是最後撒上去 可以打 偷的地方把它拍一下 讓它整體比較好入口 也比較好粗味 高麗菜的部分 你要從各個地方切 直接這樣切就好了 對 直接這樣切就好了 那師傅我想要問你 那個客家炒板 為什麼前面有一個紅蔥醬 你會用到嗎 紅蔥醬其實你也可以不夠的時候 去補就好 都可以用 所以你覺得日常 如果在家裡的家庭主廚 其實在家裡的話你沒有時間 或有很多人 比較快 很多人在炸紅蔥醬不會失敗的人 其實你可以買這樣現成的去 去前後 這個是喜歡做菜的才會做的 對 因為家庭不會搞對不對 可是要前後 就提味的加分 前面有放進去炒 然後後面再點香 就點香的方式這樣 OK 然後兩個的蝦米的部分 我都會 先把它切一下 好 一樣 好這個一樣就都把它分好 你的菜牌部分 把這兩樣的食材 都把它分好之後 你就不會亂 香菇 切絲 師傅那你做菜的時候 會聽音樂嗎 聽音樂要看狀況 要聽他老婆說話 對 他老婆說話跟音樂 唱歌差不多 那好聽啊 不好說看狀況 喔 看阿麗麗的情緒狀態 可不可以穩定嗎 對 會影響你做菜的速度 喔 等一下你現在問他 他刀都拿不穩 下刀 好湯圓的部分 我就把它 把它切小段 我切這麼小啊 切小段 等一下跟湯撈著吃啊 喔 我們稍微長了 長多了 我們少了 那你們家很少煮鹹湯圓 沒少 好 然後我煮 你們家最常 真媽最常煮的客家扇子 其實大概也是客家板條啊 這板條跟湯有 還會煮啦 只是我已經沒有住在家很久了 好還有一個就是芹菜 對了切小 芹菜豬啊 好 最後把它放進去 對 香菜 有點早喔 有銅蒼更好喔 喔 其實最重要的一個味道是銅蒼 對啊 擋鍋一定要有 好這邊梗的地方 我們可以放到前面去炒 再高麗菜這邊 太棒了 他大概做 你大家學的 除了他現在在備料 在看他的流程之外 你去想他的味道 待會兒是怎麼樣堆疊出來的 而且他就不會像我們這樣 用那麼多盤子 好有東西 真的 好有調理 對 到處都是 你們那邊會亂掉 就是因為前面太多東西了 好 這個把它對切完之後 也是一樣 這樣湯頭的味道才會出來 你現在在切的時候 它不急嘛 對 你可以去分門把這兩道菜 的菜都先分好 你在煮的時候就不會亂 對 我們剛才也是這樣想 他們是一人煮一道嗎 沒有 我們是一起的 你現在看不太出來 我們是一起的 然後我就負責備料過程中 大概就亂掉了 我自己煮飯的工作檯面 也會這樣子 東西全部都 梗的話短一點 葉子長一點 因為熟的時間不一樣 好 葉子就後面下 它如果要熟五分鐘 那個只要一分鐘 對 可以前面去炒 兩個的肉絲 炒飯條跟鹹湯圓的肉絲 是要選那種五花肉的 還是瘦一點的 其實基本上 他們都會帶五花肉比較多 因為五花肉有油脂 然後呢 有的會帶點粗品 你有時間就會有一點帶粗品 我客家菜吃了五十年 才沒吃過 可以強調瘦肉的 可能有些人怕那個油脂感 客家人比較喜歡肥肉感 因為要做事啊 客家菜很喜歡豬油香 對啊 濃重鹹香 米酒 我們剛才有個乾炒板條的動作 你覺得怎麼樣 其實不需要 因為你乾炒 你責啊 不需要 你責啊 師傅說不用啊 因為你的板條 你剛才有抓油了 那抓油之後去乾炒它 其實那個油已經把板條的 就把它封住 有一個隔痕就把它封住了 所以其實有時候 你味道會進不去 好 這個兩個都抓完之後 就來這個地方 我想要做拿麵包 兩秒 先補一點蔥油進來 反正等一下 你真的板條要下去炒 我會建議用筷子 然後要不斷地把它剝散 你要不要讓它悶在一起 反正就是放好 你就不要管它 先繞一下 然後再切開兩秒 然後這邊要先做的是 就是湯圓 一定要先做 一個部分 這個最好 湯圓一定要先做 一定要先做 因為湯圓部分 我們需要去熬它這個湯底 所以這個湯底的濃度 才會出來 可以再切 蝦米 香菇 然後它切 它會比較鬆 為什麼以這兩道 要先做湯圓 湯圓我們現在就把湯底 先把它煮出來 等一下我們的湯圓 燙過 進來之後 讓它馬上去吸收 你這邊不濃郁的話 板條不能等 板條不能等 這可以滾 這個是可以滾 像我看過吳師傅示範是 湯圓放進去一鍋燒對不對 也有 有過 有過 湯料比較多一點 然後再進去就一直 好 現在我就放醋油蔥 進來一起煸炒 吳師傅 張老師找你 是這樣子 請問餅公客家湯圓的湯圓 要怎麼挑選 才可以入味 要煮多久才可以撈起來煮 客家板條的板條 可以買哪一種的最適合 那板條買回來 是要切還是直接下鍋煮 再來調味的部分 是不是只要1比1 或是要多一點好 1比1什麼意思 不知道 可能是調味料 以前我們有教過 鹽多少 糖真的多少 其實是讓湯頭的厚度 比較厚一點點 鹽多少 糖多少 就是讓厚度 至於你的湯圓要怎麼選 其實現在市面上的湯圓 都已經品質做得很好 包括冷凍的 一整盒 味差 那個湯圓質感都很好 只是說你要注意一下就是 湯圓入鍋的時候 溫的水一定要是熱的 熱了之後你要去拌它 不要讓它沈現黏在一起 對 要沈現滾 你不能讓它變成是不滾 它就沈下去 對 然後再來就有人會問說 那我湯圓煮湯 我是不是要加點鹽巴 去讓它吸收好 如果其實你這邊夠的話 你燙一下不然這邊煮 其實你問到講到這個 順便問一下 這邊要講說 請問一下帥主任 煮鮮肉湯圓跟紅白湯圓的差別 在哪 不宜煮過久嗎 他們有差別嗎 有 一個是鮮肉 就是有包肉的 包比較大顆那個 那個時間要煮久一點 而且那個買到 幾乎都是冷凍的狀態 因為比較好煮 對 要爆生 對 然後那個鮮肉 不能在煮的時候 它沸騰的時候你進來 你就不能一直持續開大碗 還有切記不要蓋鍋蓋 整個水會溢出來 對 不能蓋鍋 然後湯圓會爆炸 那個肉會整個煞出來 真的喔 所以其實時間性很重要 好 這邊加了米酒之後 就是胡椒粉 然後醬油就淋一點鍋邊 在旁邊 好 現在目前其實 還是在打底的狀態 就是讓它香氣 香氣出來 客家鹹湯圓 比較多會是純湯圓 還是鮮肉湯圓 其實都有 看地方 其實都有 對 就是看你喜歡吃哪一種 都有 這邊的部分 我就去 讓它去煨湯頭 鹹湯圓的湯頭 對 然後這邊 現在是炒板條 炒板條 炒板條 油就進來 炒板條是不是跟 炒烏龍麵的概念 有點像 其實有點像炒麵 有一點像 但是板條水分不能太多 蒜頭不需要太多 因為板條很容易爛掉 蝦米 小麵 所以不是 吳師傅你的板條會先 燙過對不對 板條就直接這樣炒 不燙 會切吧 會切 我先把這個 會切 香氣跟味道先把它煮出來 可以不切嗎 所以現在這樣吃起來比較酷 最一樣就是黃蔥頭酥 所以我們一般在市場 買回來的板條 有要先經過什麼處理嗎 買回來板條 然後其實它就是一疊 然後你可能就必須要 像這樣把它打開 就是看長度 有時候 快的話就直接這樣切 OK 就是看你想要的長度是如何 你這樣子 什麼光滑麵或是什麼 捲在裡面嗎 還是外面 還是兩層都可以 我等一下因為 等一下碰到水它就直接就開了 你如果買回來的板條 你還是稍微聞一下 因為它們本來製成所有 會上一點油 有些油會有油耗味 對 穿一下會比較好 是看它用哪一種油 你已經聞就知道了 味道不對你就去穿一下 然後摸起來是 有一點不像油質的那種 手感的話 其實我就建議你可能 看它有沒有酸掉 因為有時候 它們在製作的時候燜到 對 如果說是你穿的時候 一聞還是摔摔的就不要用 你現在在堆味道這個過程 一定要讓觀眾知道 因為喜歡吃鹹湯圓的很多 喜歡吃炒板條也很多 這邊其實就像炒麵一樣 然後前面的爆香 包括了肉 然後這料頭 醬油我都先把它進來的 妳要湯汁嗎 有 炒板條的客家話怎麼說 炒半條 炒半條 炒半耶 也可以說 半耶 炒半條 炒半耶都可以 這樣湯汁就差了 不要專業 如果板條買回來煮不完 我們可以用什麼樣的保存方式 其實會包一個抱紙 然後這樣放在我們的冷藏 冷藏就可以了 因為它畢竟是米製品 所以你去冷藏 可以保持它的溫度 然後你如果說拿去冷凍 其實它整個煮出來口感就不一樣了 但還是盡快吃完 就是還盡快吃完 盡量不要冰 前一陣子不是出事情就是板條 對 因為你的冰箱的 衛生條件要很好 因為通常大家家裡的冰箱 久了都會有一些的 冰一些食材 有熟食的 有荷的 或者是有一些罐頭類的 尤其是罐頭類有時候放很久了 好 這邊我就用這邊的湯水 順便去把它拌開 這時候我的高麗菜就可以進來 等一下就一起收汁 所以我剛剛是先下高麗菜 好 這樣子我就可以一起抓 板條的熟成度跟高麗菜的熟成 所以板條跟高麗菜同時下 同時下 我是板條我先下 用裡面的這些湯汁先把它 先弄開以後才下高麗菜 對 好 這邊一樣讓它收汁 然後這個時候你就試板條的 嫩度如何 如何 軟Q的 待會試完也不願意跟我們這邊 因為有一些板條它的 可能粉加比較多 吃起來就會比較 脆脆的那種感覺 我喜歡這種追跟舊子的樣子 不然它就試一下整 吃完就 安靜 不講話 我想知道 一個企業在那邊受不了 吃完就在想說 它好像差了什麼東西 好 紅蔥頭酥進來 這個時候很重要 這個味道進來 有加成的效果 好了 這一次都是讓味道炸開的 所有的東西 對 隨便打底打碗 這些所有讓味道全部炸開 萬國歸一桶 是 對 好像 各家炒板條 如果放的是豆芽菜 好像有點像是炒河粉 比較像炒河粉 這樣 就是那個 炒河粉 對 豆芽菜好 漂亮 漂亮 這滿快的 很快 這擺住很快 好 湯圓 水滾的狀態下 裡面不放鹽 不用 你又在那邊吸收就好 因為我這邊只要過一下下而已 它沒有煮到熟透 對 多餘的那些澱粉質 先把它拿掉就好 好 這時候就這邊的調味 剛只有加了醬油而已 主客加鹹湯圓就是先把 就是整個湯底都先調好 湯圓再進去對不對 對 那有因為要加湯圓 鹹度要重一點嗎 鹹度會重一點點 因為比較符合他們的 就是客家風味的那種需求 嘴巴裡面跟湯 湯帶湯圓的那種平衡感 不是咬了咬的那個湯有味道 吞下去的時候 湯圓咬了咬的沒味道了 會了 平衡感差了 它還沒有膨脹呢 就是我要過一下外面的那些澱粉就好 還是把澱粉弄掉 就是在這邊煮就好了 概念上是這樣 因為我這邊讓它膨脹 等於就吸了這邊的水 你在進來之後等於 它在膨脹的時候 可是它中心點還是這邊的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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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在這邊煮就好 好 它順便可以挑整體的這個味道 被摸索 被摸索 等一下就還沒收工你 罐頭就收工了 謝謝 好 這邊我要讓它膨脹 再吸湯汁 它膨脹在這兒膨脹 對 我就在這邊 不要在水鍋裡膨脹 加蓋子 讓它水就膨脹的狀態下 等一下鍋外打開它又再吸回去 那你在這邊一直煮一煮 有時候 它湯汁的水分就會一直蒸發掉 搞不好 到後面還沒透的時候 水要在對的地方膨脹 好 我喜歡這個說法 好 再來就是有沒有 很快 有沒有 這軟Q就很快 一定要讓它透 它在對的地方膨脹 好 有焰 一樣 它在需要多少時間而已 桶凹進來 整個就對味了 除了桶凹 還有小白菜 還可以加什麼菜嗎 其實就 你可以加一些綠色的蔬菜 三桶凹 對啊 三桶凹 三桶凹味道會更野 對啊 三桶凹可以 現在有啊 現在有三桶凹 對啊 所以桶凹可以加什麼呢 三桶凹 因為現在沒有桶凹 可是你可以買三桶凹來用 現在的觀眾朋友有聽到了吧 可是我們播出的時候 已經有了啦 對啦 我們播出的時候是有了啦 怕大家會覺得說 奇怪 大家應該用 打底這樣 桶凹怎麼加 你看 它連倒出來是一碗 它就知道了 太多厲害 好 來 關起來 客家前桃園 客家炒板條 它給它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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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Voyle 好啦 今天介紹的客家美食 您看到的沒有了 可以了嗎 可以了嗎 來 上桌 喔 吃板條 來這裡的 好多 謝謝 厲害喔 好香喔 最過家菜的胡椒味也很明顯 白胡椒 也很明顯 對吧 白胡椒 白胡椒很重要喔 鹹湯圓來了 小心喔 香菇 我覺得 我們少加了芹菜耶 有啊 加個桶好 好吃 它的入味程度不同 剛剛謝謝你們 好 謝謝你們 怎麼這麼有啊 湯圓根嗎 你知道為什麼油嗎 因為裡面才會燙 太保溫 油縫的概念 是燙的嗎 有點燙到水頭 這樣最對的就不一樣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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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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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